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4年3月15日星期五 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 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这个TikTok事件 如果你要单看这一个事件的话 州CEO还在发动群众 还试图进行这场博弈 我们离开这个单一视线 现在放眼看中美关系的全景 现在看 正在上演一次大型的摊牌时刻 这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这只是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单一事件 同时进行了好几件事 这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公式 另外说到燕焦之报 现在看到了更多的细节 那现在到底是那个炸鸡店给弄炸的 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更多的迹象指向是施工挖地铁22号线 他们挖断了天然气管线 把竹干线给挖断了 最后引起了大的爆炸 现在看到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现在只能说越来越多的迹象指向了这个方向 另外说到呢 最近农夫山泉批斗大会现场直播 最后钟老板的母亲不幸去世了 这可是中国首富啊 最后得到了这么一个下场 那现在有更多的细节 原来哇哈哈和农夫山泉之争 其实背后是国资和民企之战 一会给大家讲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说到万科 12家银行在上面的命令之下 这是国企啊 这得救啊 那怎么办呢 12家银行给凑了800个亿 这一看万科没事了 不行 更多更深入的报道讲 坏了 这次万科大概是真的挺不住了 我找到了两篇相应的报道 可以交叉比对证明 这次这个整个房地产这个班的模范生 这次要躺下了 当然最后呢 说一个争议 实际上这件事呢 我之前说的很清楚了 那说到法轮功到底是不是邪教 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来了呢 有朋友给我来信说 大康里才说说这件事吧 后来我讲呢 我想我说说就说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呢 是有李南央大姐 他托朋友发了那么一篇长文 是李大姐再次挑起了这个话题 说到跟南央大姐呢 中间还有一点小的过往 就是关于法轮功啊 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的来回的 一会呢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的再说说我的观点 节目开始 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 先说台湾 新门这儿是真不太平 前一阵翻了个船 有两个人死了 结果最近呢 又有这么一条渔船 在台金门东定岛的西南1.1海里 这么一个地方翻覆了 我看了一下有现场的视频 那船就沉了 就剩一围杆的顶在上面飘着呢 那一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翻了啊 大陆呢 是派了很多的直升机救援船啊 带附近呢 来搜寻 然后台湾的海巡署也派出了四条船 包括呢 很多潜水员各方面的都下去啊 一块跟着搜救 最新的消息呢 落海的六名船员全部寻货 四名啊 活着送一 两个人呢 不幸罹难 你要说这件事呢 没有别的任何的色彩 就说明海峡两岸出于人道主义 该救人救人 该干嘛干嘛 这个呢 还是比较正常的 但与此同时 那边在忙着救人 而在这边大陆的侦察机 有18架军机越过了台湾中线啊 向台湾附近又再次进行了侵扰 那你说那边在一块忙着救人啊 在这边啊 共军在干这些事 另外说到呢 那天我在节目里啊 我发出了一个呼吁 看到美国呢 各方面都在忙着剥离这个TikTok 至少让中共把那只手拿开 说到这个呢 我的感触是 特别是关注完了这次的台湾大选 知道呢 台湾已经被渗透的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了 比美国严重的多的多 而看着美国那边大家万众一心忙着啊 在那折腾这个TikTok 而在台湾呢 大伙都在那看热闹 好像大家认为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啊 当时我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些评论了 那有很多媒体就问到台湾政府啊 是不是也要跟随美国禁止TikTok在台湾的这种延伸这种发展呢 结果台湾行政院的发言人讲 他们会持续关注美国国会立法的进度 我们先看美国人怎么样 然后呢 他们也会综合考虑各界的意见 那 还不看美国 那你到底有没有安全的隐忧 有没有安全问题啊 实际上国安局长蔡局长啊 在前两天呢 在国会明确讲TikTok的风险 已经带有明显的国安问题了 这说的是很明确的 哎 他要看美国那边怎么样 这个你有关系吗 不明白啊 你看呢 台湾无论是在各方面 那个螺丝都不够紧啊 好多东西都不在状态啊 这个是没 哎 这是应该批评的啊 哎 最新我看到加拿大可能也要加入对TikTok的围剿 他们要对TikTok进行安全审查 尽管这还在前期早期阶段 这也开始了 这也开始上手了 来吧 下边说说香港 香港这件事呢 现在当然主角就是那个23条 哦 这帮人忙啊 这家伙 这一帮人 这夜里都不睡觉 这个呢 是风风火火 要火速完成整个对23条的修正 首读完了以后 过了 然后到二读的时候呢 很多人是提了一些意见了 然后呢 要快速完成这个修正案的审议 大概有40个条文 那里边不妥吧 都要做一些修正 大概整个的这个做完 实际上他说是39个小时就完成了竹条审议 实际上就在一上午啊 基本上就差不多 竹条审议就完成了 就快点把这事给弄了就完了 那现在呢 明报等一些报纸呢 是做了一些报道了 那原来大伙儿 2019年忙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反送中吗 现在呢 加上了这些罪名 现在有四条罪类可以把人送交到内地啊 这里边主要是管理各种各样的外国媒体在香港接受访问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这都不行 另外呢 有四项罪名直接就送中了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 这里边呢 主要是外国和境外组织 非政府组织 新闻机构啊 这方面的 涉及到这方面的被告将移送内地处理啊 这是很厉害的啊 呃 现在看 香港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啊 整个星期四花了一个上午 昨天上午花了四个小时 就完成了这40项条文的审议啊 他说39个小时是提出完了 过了39个小时把这事就平了 所以说在下周三之前 20号之前 基本上立法会会完成二读和三读 这件事快点就过了 原来说大概在4月15号之前把它完 嗯 等不了 可能在三月底这事就把它弄完了 哦 这是很厉害的啊 特别是现在明报登的这个呢 大伙都比较害怕 比较关注 也就是要引入一个全新的境外干预罪 它这种是什么呢 在不当的手段中 配合境外势力意图带来干预效果下 做出关键事实的陈述可以入罪 也就是说你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啊 说到香港或者什么的 呃 你说的呢 哎 是做出了一些陈述啊 这配合境外势力做出一些陈述 香港政府不爱听 那你就要有麻烦 所谓的关键事实陈述 他认为你说的不对啊 可以是口头的 可以是书面的 或者是名言或者是暗示 这暗示 你告诉我这事怎么理解 你比如说明明那没着火啊 结果在外媒采访中 我说昨天晚上那着火了啊等等的 那你这属于事实陈述 这个你要负法律责任 这个是有了 那什么叫暗示 这这什么意思 所以说你要有了这个暗示 这就没边儿了 这就无限联想了 也就是香港人所谓境外势力嘛 接受所有任何一个境外势力采访的时候 都可能有入罪的风险 现在就是为了让香港人对外媒彻底闭嘴 现在可以讲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毁掉香港最后的这点的自由 把最后的这点空间都给你摧毁 这是非常厉害的 来吧 下面说是日本 看看股市今天怎么样 今天又降了一百六十多点 现在是三万八千六百九十九 说到今天上证 昨天三千点守住了 掉了十几个点 今天还在掉 很多人认为今天可能三千就三千以下了 恒生昨天守一万七也没守住 你想在那折腾这个呢 守什么守啊 这基本没戏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呢 我今天看了日本的一篇文章 觉得很有意思啊 日本目前那是春季嘛 春季一场大戏叫春斗 谁跟谁斗啊 是工会和资方斗 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一场大戏 那就跟每年过去啊 中国多少年间啊 都多少年前吧 一到这个季节过年的时候差不多这个电农要和东家也上演这么一场斗 捡租子 捡西等等的啊 这也要谈一次 好多时候都打起来 恨不得就出人命 每次也都出现这样的事啊 日本现在面临着这个春斗 那斗的情况如何呢 现在呢 有很多的工会啊 把他们斗的结果给公布出来了 咱们先看日本最大的工会 工会联合会 它呢 要求涨5.85的工资 去年涨了4.49% 今年要涨5.85 定了吗 今天晚些时候宣布 到现在谈的应该说非常接近了 日本金属工人工会 它们争取到了14877日元的加薪 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 去年拿了8000多 今年几乎翻倍 然后日本制造业工会 它们60个下边附属的工会 拿到了5.32%的平均加薪 大大超过去年的增幅 本田 平均加薪 每年的加薪达到了5.6% 这是198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日空 加薪也是5.6 也是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Toyota 一下每个月加薪28400 这也是1999年以来的最大加薪 日本制铁整个的这个月工资创纪录的提高了3.5万日元 涨幅达14% 这就是拼了 人家那5.7 它一下日本支铁涨了14% 超过了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勇望今年要给40万员工和兼职的涨7% 然后日产 同意把这个公司涨1万8 这也是2005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什么情况 平均都创了30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日本它活了 日本恢复景气了 这现在不用斗 直接就这么涨 东西也赚钱了嘛 工人大家这一看确实是有感 前一阵漫天那个民调一直在二十几 为什么呢 你看这股市这么涨 百分之将近80多的人我无感 我怎么没感觉到日本经济好成这样 这就快感觉到了 这马上工人就涨 这么涨钱 那可以了 说说伊朗 这就令人叹息了 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之前就做过这个判断 在美国大选之前 关于和伊朗之间的事情 关于在红海这嘎嘎地儿 这打这个商船的这块的事情 拜登呢 到底是派特种部队进去干 还是呢 哄一哄 揉一揉 最后这件事啊 演习锡谷 大选完了再说 我基本认同是第二种 因为你要派特种部队进去 那又扯起来 没完没了 弄不好还会继续的扩大 前一阵 国际原子能那个总干事哥罗西不是讲吗 伊朗把那个摄像头又给扯了 等于他们现在提炼浓缩 又 我又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了 也可能他们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他们给了俄罗斯那么多军火 弄不好已经帮助他们完成了核提炼 那这事就坏了 他们就有核弹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美国一声都没坑 所以说这就充分证明 拜登在伊朗这块准备怂了 现在呢 两边啊 就红海袭击事件 美国和伊朗进行了秘密的会谈 在阿曼举行的这次会谈 只在结束德黑兰支持的胡塞武装对航运的袭击 拜登呢 是一软到底在这儿彻底随净了 那耍混蛋就可以得到这个 就可以逼降拜登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所以说拜登这不止一次了啊 每次到这个麻烦的时候 拜登呢 不是去解决这个麻烦 而是回避这个麻烦 最后把这个麻烦就留在了那儿 随时可能会再次引爆 这就是拜登啊 所以说他善于谋划 他一直是一个参谋性的人物 他不善于决断 他不善于呢 行动来真正动手 快刀斩乱麻来解决问题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弱点啊 来吧 咱们说说阿根廷 很多朋友都一直关注阿根廷 阿根廷好不好啊 不咋好啊 上个月整个的新增加的通货膨胀率就又增加了12.3% 那整个南美里边遥遥领先 剩下其他的国家人家才三点几 他那一下13.2% 我这还念错了 到什么程度呢 去年的整个12个月 他的整个的通货膨胀涨了276.2% 二月份又给添了13.3% 这个就实在是太难了 说到委内瑞拉 这是一般我们印象里那都毛的都不行了 去年12个月才涨了75.9% 那37.21% 那阿根廷是委内瑞拉的三倍还拐弯 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了 食品价格各方面都腾腾的涨了 这家伙真够劲啊 这可以 土耳其前一阵就不猛吗 人家都整个的通货膨胀 才67点几 你这一下250%多 这真够意思啊 真够狠的 另外呢 这是一些算账的来楼 阿根廷央行和中国央行签了一个六个月的货币互换协议 等于呢 他弄了很多的人民币 但是呢 这六个月的协议到今年的 到今年的六月 这东西就要到期了 到期呢 看米莱和中国目前的这个关系大概是不续了 你想续中国可能也不想跟你续了 那既然不延期 那以前你使了人家那么多人民币 对不起了 你得还 拿啥还呢 现在还不上啊 从2009年一来 每次这事到期的时候都还不上 但每次都顺利的延期了 但现在呢 这媒体报道 米莱政府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正经历一个特殊的时期 麻烦 到时候你得还中国的钱 还得上还不上 但是米莱他顿线了 我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什么金砖什么的都别扯了 不像以前那样了 但问题是 你得还人钱呢 说说以色列 以色列现场直播的这个故事 在一个小咖啡馆 几个人呢 正在有男有女 在那排队买咖啡 其中呢 里边有一个穿军装的弟兄也在那排队 后边呢 就有一个躲躲闪闪的一小伙子 从外边进来 就排在了队的后面 然后东张西望看一看 手摸到了兜里 掏出这么长一把刀来 突然扑向了那个穿军装的以色列人 照脖子上就扎了 那他躲呀 他躲开了以后 旁边的一个穿白衣衬衫的小伙子 就把那人给搂倒了 然后就在那搏斗 然后穿军装的就站稳了 立刻兜里掏枪 然后那大伙都躲开 这人拿刀还接着往前冲 啪一枪给干倒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在以色列呀 这个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是挺可怕的 随时都会翻脸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这人谁呀 第一时间以色列媒体把他给扒出来了 这个凶手呢 是22岁的叫法迪 或者叫拉蒂夫 拉蒂夫是他的姓 他竟然是以色列人 他是加沙人了 但是呢 他是通过和以色列公民结婚 最后入籍以色列的一个加沙人 他18岁的时候进入到了以色列 他今年22岁 在里边已经生活了四年了 哇 在这生活四年 在这还有家 你想 他又入了国籍 最后呢 还在这试图行凶伤人 为什么 他不认识那当兵呢 这就是要干啊 我就是 最后呢 是两颗子弹给搁在那儿了 可能没死透 可能还在抢救 这也不知道了 现在呢 里边有三个人受伤 另外以色列呢 这不是把整个的物流给控制了吗 各方面不是这个圣母情怀泛滥 都要给东西吗 那好 给我 我押送 我来分配 现在看呢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首次由他们全控制的加沙物资的运输和分配任务 大获成功 挺好 这弄得不错 下边准备大幅增加物质援助的通道 这就照这方来 这办法还可以 老百姓也挺满意 大家都拍手称坏 他这认为也挺好 反这东西不能给哈马斯 不能给联合国的那个机构 昨天呢 他们评价挺好的 这个获得了成功 另外说说美国 昨天这个真壮观 我后来没坚持到看直播 实在太晚了 这个呢 一下成功了 兴建三 这是第三回嘛 这大胖子给推上去了 这确实是不容易 这兴建三 应该说是可以说这次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次呢 首先起来了 这个33台猛禽发动机全都好好的工作 推着那个大胖子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 第一个成功 然后呢 整个负载 他就是装东西的那个舱门 做开关测试 圆满成功 最后有一个重大的东西 NASA什么的都提出了大的表扬啊 推进机内部转移 测试完成了成功 重点说是最后的这个 这个特别了不起 本来还有一个 你既然呢 把燃料燃烧完了 推上去了 他呢 然后你又把别的储存的燃料又重新给续上了 等于二次加油给续上了 然后在太空里边要进行二次点火 再次把33台猛禽给点着 再回来 因为你要去火星去哪呢 你去了 你不能不回来 我首先能在空中自己完成这个燃料的补充 然后同时再次点火再回来 这个特别具有重大意义 就最后的这一步没完成 但是前面这个推进机的内部转移完成了 这什么呢 这就是空中太空加油啊 这件事可不得了啊 这件事是一直在这个宇宙航天里边最关键的一个技术之一 因为你一下打上去一锤子买卖 你怎么回来啊 你那个燃料那是叶炭氧啊 那些东西都是非常厉害的 低温的那些燃料 那是很困难的啊 在空中自己完成加油 然后自己重新点火再飞回来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进步 结果呢 他们在这上面确实成功了 这个是造成了一个技术上的大的爆炸 推进机内部转移 这个技术是太难了啊 当然这一次呢 就最后那一哆嗦不是特别完美啊 没回来啊 比如说指定了一个地方在那儿见落 最后我没回来啊 那个空中二次点火也没做啊 这个呢是不知道到底是出现啊 它有一个空中点火 但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 33个引擎只有两个启动 也就是大部分的都没启动 那说明是不是你这燃料是不是还没到位 还是怎么着这个他们自己在研究了 但是呢前面这三大部取得了成功 才第三回 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成就了啊 这个太了不起了 3月14号 为什么是昨天整个是这个猎鹰 就他这个兴建系统的22岁 他们这个工程他们整个的这个事业已经搞了22年了 为什么当初选3月14我猜了 当时马斯克呢应该是致敬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生日是3月14号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了 小马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确实是太了不起了 昨天很多人啊都跟着他一块激动一块悲喜交集 非常了不起 最近呢马斯克尽管特斯拉股票跌的跟狗似的 现在已经到第几了 早不是首富了 现在可能第三了啊 那因为特斯拉一下掉了百分之几了 百分之五百分之八可能都不止了啊 他这一直在跌 但是在最近他首先完成了第一个人脑对接 就人机对接 真和脑子连上了 芯片和脑子连上了 现在通过意念可以控制鼠标了 可以到这么一个程度了 哇那要是霍金先生还活着 那他一下子那还不得乐死啊 用他的眼睛就可以直接控制电脑屏幕 那太了不起了 而且这次呢兴建产生了历史性的跨越 没说吗和这样的人处在一个时代啊 你像我们啊经历了乔布斯啊 给我们送来了智能手机 现在又和这个狂人啊 我们身处在一片天空之下 这算是我们的幸运啊 这算是我们就见证这个小家伙 他能把这活给干到哪啊 真的是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这大胖子真的能干成就是成了太空bus了 这真的是在太空里边跑来跑去 我们还能活多少年 希望他在20年内啊把这活给干了 希望我们能看到这一天的发生啊 来吧说说美国呢 说说有一个新的民调 这是路透和易普索的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还是有些声望的 现在最新的民调呢 拜登39%啊 然后川普呢是38% 最近呢这是出的第一个民调 马上就在等完这个周末 应该有四五个大民调都会陆续的出结果 这里边呢是经过了拜登的国庆咨文 也经过了川普的关于TikTok的突然掉头转向啊 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加到里面 最后看对两个人的声望有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人都盯着呢啊 现在看呢在误差范围之内 两个人基本是平啊 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另外说到福克斯今天的一个报道 大伙都知道那初选都结束了 拜登和川普都高票通过了自己的党内初选 那事不就完了吗 别忙 福克斯有一位专家叫马克蒂森 他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海利呢在上个星期二 就超级星期二之后这不是退了吗 结果在前两天的 乔治亚和华盛顿州的共和党的初选中 他还是分别得了13%和20%的选票 在初选中也就是在共和党 以共和党党员或者是主力的支持者为主的这个基层中 海利竟然赢了将近三百万张票 这是很多的 这不能是大选了 这是在整个共和党的基层民众中 他搞了将近三百万张票 而且他们有多少次民调这个福克斯的奖 说这三百万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人 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在十一月份把票投给川普 福克斯这是保守派 这一般是支持川普的呀 人家这算是相对客观的 他说如果这东西要真的发生的话 那川普是赢不了的 这是今天早晨福克斯的一位专家他的一个说法 另外呢川普还有一个新闻 本来大伙等着看呢3月25号 川普那封口费这事和那封暴女之间的那点子烂事开审呢 哎结果突然出了一个波折 检察官也就是起诉的这位检察官艾尔文 他突然向法庭申请 要求延长一个月 这消息一出川普那边都蒙了 原来我们一直申请延长 他不是一直想拖这件事吗 法官都不同意 哎结果检方他主动提出要延一个月 这什么意思啊 原来检方找到了新的证据 他们找到了一些新的所谓的重大证据 这个因为你证据你要给法官看 同时你要也给对方看啊 对方呢也要研究准备做出抗辩啊 这个呢要给双方时间 最后呢给了双方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3月25这场戏没有了 拖到4月份了 哎呦这对川普阵营来说 原来想拖都拖不了 现在突然人家那边主动拖 说找到了新证据 去川普这边啊 这可是 这到底是福是祸 现在这事儿不好说啊 现在这事儿 弄到川普这边还是蛮紧张的 你又找到什么了 这不知道啊 另外说到国会这儿呢 经过了漫长的拖延和等待 麦克约翰逊呢 最近压力是巨大的 你老顶着乌克兰这点事儿 那娃娃死人受得了受不了啊 最后呢现在准备对乌克兰的援助 做出一些修改 他准备把他付诸表决了 麦克约翰逊和共和党这边 在参院的领袖麦康奈尔啊 加上呢这边大江麦考尔 这几个重量级的共和党的参议员 商量完了以后 这都是什么委员会的主席啊 这个这都是共和党内的大佬 商量完了以后 说你这么顶着肯定不是事儿啊 然后呢提出了一些修改 这里边比如说 有一部分的援助 600亿嘛咱别都是白给了 能不能有一部分改成贷款或者是租借 另外呢再拿出一部分来 因为美国扣着俄罗斯好多钱好多东西呢嘛 那你就别让美国出了 让俄罗斯直接出就完了嘛 原来欧洲也说了这么一主意啊 这个是个好主意 就是我们先借给你乌克兰 我们把俄罗斯我们扣着他3000多亿呢 我们先借给你 等战后到海牙打官司 最后肯定判俄罗斯要对你进行战争赔偿 那时候这钱就怼了 等于我现在呢我也没钱 但是这儿有这么一大块钱 我也不能拨给你 因为这个海牙还没判呢 这个不合法我可以借给你 我先挪用 是这么个路子啊 我看呢麦克约翰逊 他们现在也准备用这个方法 不管怎么说啊 那边民主党已经急了 现在搞那个请愿的那个签字 那218个人 人家如火如荼的也在进行 这边一看你拦也拦不住了 那还不如自己干脆就表决吧 你就别拖着那个了 哎然后呢做一点啊 让共和党看着比较能接受的一些改动 这件事也看见一点亮 下面呢咱们再说说这个TikTok事件 现在这件事呢 不能光盯着这件事 现在把头抬起来 现在重新检讨一下中美关系 发现呢 现在亮变已经开始到质变的时候了 这件事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只不过呢它名头比较大 涉及的人比较多啊 这个大国比较关注 其实很多其他的事情同时都在发生 先说说最新的进展 关于TikTok这件事儿 中国呢首先那汪文斌啊 他说你那抢我们东西啊 或者是怎么样在这胡说八道 我就不搏他了 另外呢中国外交部在昨天下午 发布了一个六千多字的调查报告 说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事实真相 根据这个TikTok这个事件 说你美国的言论自由名不负实 他搞了六千多字一篇文章还在那怼呢 那根据你中国政府这么一个态度 那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也讲 他说我觉得这事儿特别的讽刺 说中共呢对美国啊 针对TikTok这个法案歇斯底里 利用各种平台啊 那包括写六千多字文章批判美国 可是他自己也不能用TikTok呀 你自己为什么不能用TikTok 你为什么当时把Google 包括把什么YouTube这些东西都轰走 你为什么 你当时的理由就是国家安全 为了你的国家安全你不让用 我们那儿都不能提国家安全 我们就非用不可 你这是什么道理 你原来这些东西什么Facebook啊 什么推特这些东西 因为它的数据库在美国 因为这是美国的平台 所以在中国就不让用 因为安全 同样的原因 为什么美国就不行 你有什么资格把手指向我呢 这大使呢也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啊 好多媒体也评价 说中国呢你这个完全你就是理屈辞穷 因为你自己做的比美国还过分 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 所以说你在这个呢 他做的是最坏的就是他了 这是第一个进展 说到第二个进展呢 我看了一个法律专家的解读 他们仔细把加拉格尔的 他们那个反对啊 美国人被外国人控制的这个法案 他们读了一下啊 好像不长大概40多页 他们大概浏览了一下 后来给我来信说他看上这事还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这件事呢 这个法案可不是专门针对TikTok的 哦可不是专门针对这个的啊 因为是不让美国人受外国人控制 那这棍扫一大片这事就多了 除了这TikTok之外 微信呢 微信的国际版实际上也属于这部法案的限制范围 那那个拼多多那海外版那叫什么Timo 这样中资背景的购物平台也必然会受到波及 因为什么 这里边同样涉及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还有那S大头的那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啊 我平时也不关注这玩意儿 都涉及到个人信息啊等等 都涉及到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说大哥你可别小看这个啊 这可不光是对TikTok 第一步是TikTok之后 这些东西啊一个一个的来 全部肃清 就像中国当时以安全为由 把所有的外界 美国的外内那些社交平台全赶走一样 这个谁也跑不了 哦 这还有这样的延伸呢啊 人家是读过那40多页 大概是这么一个啊 这这么一个范围 然后说到第三个进展呢 前财长姆努钦 正在组建一个投资集团啊 大伙儿能凑钱呢 准备收购这个TikTok 那大概就是多少钱 现在有一个评估 说这个现在美国抖音 现在价值已经2000亿美元了 谁花2000亿买他呀 我估计最后能给100亿美元 就不错了 上次贾古文好像忙了半天 就出20多亿 你这次能给100亿 我认为就不错了 那所以说呢 谁知道啊 那你说老的奴母亲手里就好吗 我也不知道啊 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啊 然后说说川普他们这派人的 这个对这件事的反应 那川普说了几声 好像人说川普好像也没有认真挡这件事 他也没干嘛呀 他只是接受了几个采访 不是这样的啊 在国会里边极右的那个美国议员 那马大姐格林他公开表示 他完全支持同意川普对TikTok的支持 他也支持啊 他表示反对TikTok的禁令法案 他讲保护这个TikTok 保护字节跳动公司在美国的合法运营 就是保护美国人民和我们宝贵的第一修正案 给予的言论自由 这是他公开讲的啊 那现在川普呢 依然还是在高调支持TikTok 他在造势的场合 包括在接受媒体采访啊 他依然是一个论调 那很多下边的人 他的支持者包括在国会里的 包括很多的川粉 那和这位马大姐的说法也是一样 那保护这TikTok就是捍卫美国宪法 保护言论自由嘛 那但是从川普往下这帮人又开始奔脸书去 又要那你要封他还不是封脸书呢 那脸书就没有言论自由嘛 那你为什么非要留着他呀 那要把脸书给禁了 要禁他咱们先禁脸书 脸书的威胁更大更反人类啊 这是他们的观点 难道脸书就不具备言论自由了吗 这里边为什么单挑出来 非要单独捍卫TikTok 你把这个逻辑跟我说一说 我有点不太懂啊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下面呢咱们把它提炼一下 如果要是把TikTok事件 作为一个个体事件 那咱们就盯着这件事的话 我发现呢这事把它看小了 它现在是整个美中关系中全景中的一场戏 一个片段而已了 现在出了好多事 就在最近这几天 美国整整一轮针对中国的举动是纷纷出炉 一个是拜登签了一个法令啊 所有这些数据不能到中国去啊 那是有一个法令 然后中国的起重机 200多个龙门鸟那大起重机全给我拆了 美国港口的数据全让他给弄走 这还得了了 那都多少钱呢 那好多亿呢 那也拆了 另外呢对新能源汽车要磕这高关税啊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25% 然后欧盟准备跟这25% 不够再往上涨 这是对电动汽车 然后在整个这7000多亿的国家预算里边 第一次把台湾单列 你别看就列了1亿美金 这可不得了的事啊 好家伙 那美国的政府的预算 把台湾列进去 把台湾当美国国内的事务来处理 这可不得了啊 另外呢还有众院啊 说到的这个TikTok的玻璃法案 不光是这个 前两天说到参院通过了一个不能使用中国这个药明系 这三家医药公司的原材料不能用了 当时导致这三家公司股市当时跳水大跌 这事儿就完了吗 这事儿有发展呢 结果就在昨天 美国全球生物技术工业组织表示 将剔除药明康德的会员资格 终止了合作 你这参院只是一个委员会 这当然是全体通过了 参院还没做出决定呢 结果这个委员会 人家这个组织就搞这个药品的这个协会 直接把他会员资格给剔除了 就已经终止合作了 结果昨天导致这几家公司的股价再次大跳水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 不光是最近美国的大动作频频 就发生在三月份以后 这才十几天的功夫 都出这么多事儿 最近这些日子美国的官员的话 现在也是越说越狠 商务部长雷蒙多前两天在菲律宾访问 在马来西亚这边访问 说到了对中国的科技围堵问题 这里边首先说了两个让人比较震撼的点 说每天早晨我都醒来 我都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还能不能做更多 好家伙就琢磨中国这点事儿 每天早起来第一件事儿我先问我 我们做的够吗 我们能不能再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点他保证他在讲 我们不能让中国为了军事进步 获得我们的尖端技术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我们的人民 扩大我们的管制 一个是业不能卖 我们做的够吗 第二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也就是商业代价等等的 我们都现在不管了 这是商务部长的说法 没听没听过这个 原来你要川普政府的商务部长 包括什么呢 那莱特希泽谈判代表 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另外最近呢 这不是给台湾列的预算案里了吗 最后再解释这件事儿的时候 国务院的副国务卿维尔玛也讲 首先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 来超越中国 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们必须拥有强制性可靠的资金 来超越中国 赢得和中国的这场竞争 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 你要在中国来说 你要我写字我比较简练 那我就基本就四个字叫不择手段 那倒不是那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 好家伙不惜一切代价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 这些话以前都是出于中国官员之口啊 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美国的高官使用这样的语气 没有过 结合刚才上面那一系列猛烈的动作 这可不是偶然的啊 各行各业呢 加上美国官员这种决绝的态度 我看有专家评价 在美国看来美中竞争 已经是两国之间的生死较量 这就是一场零活零和游戏 不是你上去就是我上去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美国必须赢得这场竞争 否则的话就会败给中国 有专家认为呢 从川普时代起 美中的竞争已经打了七年了 这你分怎么算 你要从2018年 我觉得应该准确的说 从2018年的3月份开始算 到现在应该是六年多啊 应该是整六年啊 差不多是这么个时间吧 最后美国呢 明确在国家战略里边 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 就直接明文写进去 到现在也已经五年多了 拜登政府上来 继承了当时川普的这个国家战略 把两国的战略竞争 当时拜登做了一个期限 是十年 是十年啊 这场竞争是十年 那五年多已经过去了 到现在已经到了四年多了 所以说现在美中大博弈已经到了下半场了 从策略角度上看 金明两年是遏制中国的关键之年 所以说现在美国无论在各个方面都开始加紧 都开始下招啊 都开始表决心 要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和手段 拿出不惜一切代价的气魄 我要把你给摁怕下 我要把你给打败 邓宇文先生呢 有这么一段评价啊 我认为他说的这个特别到位 他说情形到这个份上 实际就已经可以把它看作是战略摊牌了 说到摊牌这个概念 对这件事要一个具正确的理解 说摊牌不一定啊 最后通牒什么的 有一个全球式的正式的宣告 也不是一方或者是双方发起一场什么军事行动擦枪走火 才叫最后摊牌 摊牌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但是他越过了某个临界点 一旦过了这个点 这就叫摊牌了 他认为现在已经过了这个点了 你比如说那这个11月份以后要是川普呢 川普讲了 我只要一上来 他跟专家他和自己的团队研究过的 后来有人问过他 你给中国商品加60%的关税 是你当时一高兴那么一说吗 没有没有 好 川普讲这都是我的团队 我们自己讨论了多次的结果 就加这么多六成 那就甭干了嘛 实际上这是什么 这就是摊牌 另外说到刚才什么电动汽车等等的 这干嘛呢 这一系列的强制性的行为 强制要求你剥离 强制要求你脱钩 这叫干嘛 这就是摊牌行动 所以说美国已经不打算和中国在经济上和科技上 再像以前那样了 现在已经摊牌 做出的那几个新的举动 也就是以后咱们该干嘛干嘛去嘛 各忙各的就完了 所以说这就是摊牌了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 已经过了摊牌的那个点 刚才这几个点 TikTok是代表做 这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 面对这样的摊牌时刻 美国人的高官们都把这话都说出来了 中国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的观察中国高层好像对这件事感觉还依然良好 你看王毅在两会上还在那洋洋得意的对美国提出了所谓的诸心四问 殊不知你这种过过嘴瘾的行为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吗 你问了美国这四句你能得到任何的答案吗 现在答案都来了 你反而更加刺激了美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你让美国的朝野更加的愤怒更加的激烈 难道不是吗 说到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行动里边 TikTok是影响最大的一个 这件事对美国社会的震撼也最大 现在这件事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美国的批判大会了 变成了一次大战队 因为操作这件事的人他明确讲我真正的对象不是这个平台 不是大家手里玩的这个好玩的这个APP 不是针对这个 我目标直指的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背后的中国 这玩意挺好玩 搁谁手里都行 就因为他背后总台在中国 我就必须让你剥离 而且朝野在表达这件事的时候 都用到了敌人的字眼 你查查麦克·约翰逊 他在推特里他是怎么说的 都用到了这样的称谓 我不能把自己的国家安全 个人数据放在敌人那儿 都是这样的语言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说到TikTok 已经现在是为数不多的中美之间的连接了 现在各界说的是这么清楚 这个平台无罪 就是因为你是后台是中国 就绝对不成 这个信号在接下来这八个月的大选里边 会反复的强化 一遍一遍的说教育美国人民 给美国人民你不能说洗脑吧 但是这个信息在你脑中回荡 直到美国做出最后的决定 到那个时候 这场美国的思想大动员就彻底完成了 中美关系彻底过了摊牌的这个点 也就彻底死透了 这件事啊 咱们不能光盯着 把它拉起来看 这件事是很厉害的 这是很厉害的 来吧 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 说说燕焦 这件事呢 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 这个呢 他还是没完全控制住 没完全捂住 河北官方呢 尽管连这中央电视台都轰 他都给架走了 但是呢他还是拦不住有一些 不是那么官媒的一些国内媒体 他到现场的东打听西打听 和现场的一些民众有很多的交流 应该说有更多的信息呢就出来了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先说官方的表述 3月14号的下午 事故调查专家组的组长 叫刘芙来 接受了官方媒体的采访 通报了目前调查的整个进展情况 然后记者呢就问这个事故原因 你是调查组的组长啊 就主要问 那这个是用户的燃气泄漏 还是在施工过程中 这话没让说完 那个刘组长立刻就打断了记者的话 抢过话头说 首先不是用户的燃气 是输送中的管道泄漏导致的 目前这个具体怎么导致管道泄漏的 我们还要等我们的事故报告调查以后 再给大家通报 这是官方确定的说法 视频里都有啊 这个已经说清楚了啊 不是什么炸鸡店 是管道啊 这件事已经定了啊 那说第二条 中国官媒第一时间它的报道 这连中央电视台都跟着说 所有这一条线全这么说 是这座楼的一家炸鸡店的燃气爆炸导致的 然后呢 昨天有很多中国的媒体要报 说这个事发点 这个楼啊 只有一家炸鸡店 这家炸鸡店就叫永顺炸鸡 这工人还活着呢 他大伙都挺好的 就问 问道说我们店没爆炸呀 而且我没有天然气啊 我们一直用的都是电炸锅呀 就这一家炸鸡店 那你要说这炸鸡店闹的 那就是他 人家门脸还在呢 当然玻璃都震碎了 没事 等于到现在呢 就出现了非常魔幻的一幕 说到这个炸鸡店导致的爆炸 可是他没用天然气 然后愣说他发生了天然气爆炸 然后说炸鸡店的爆炸 结果他没事隔壁的那楼没了 这就是中共在一开始 他做出了这种欺骗性掩盖性的这种 这种描述啊 然后呢 这供气公司 那他也马上就问到他 他也做了一个声明 他说讲呢 这个报道说一家炸鸡店 发生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的燃爆事件 说经过核实 这个用户并不是我们公司的燃气用户 我们也没有对这个区域供气 为了防止发生次身灾害 我们暂停的把周围临近小区的供气都给停了 然后我们检查一遍 然后确保恢复供气 然后这是整个这个太达燃气公司人家也证明了 你自己说我没用 然后公司说我确实也没往那供气 他也不是我们的客户 这件事就砸实了 然后呢 有很多家的这个中小媒体啊 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报道 这个综合下来结论是这样 说事故这个楼房呢 它是有几家店铺的 很长时间之前是使用天然气来的 但是后来因为安检不合格 就被停止送气了 就都不用了 那大家用什么呢 用的就是煤气罐 有的呢就用的是电 但是在这个楼房的下方 原本还是有天然气的管线的 这多少年前我们用来的 后来因为他做不到合格 我们就不用了 但是那个管道还在这下面 在这个楼的旁边的那个空地 正好就是地铁22号线的施工现场 穿过那儿奔这楼底下 正好在半截上 所以说当地有很多居民啊 纷纷就跟这个媒体都都讲 说实际上就是地铁施工的时候 把天然气管道 就是那个主管道给挖断了 最后打出火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啊 最后引发了猛烈的爆炸 说到这些媒体里边啊 一个稍大一点的媒体 它的名字叫凤凰周刊 我们都是知道的了 他是率先披露的 他说呢当地居民就就就就就说啊 说引发天然气泄露的 就是在旁边施工的地铁 22号线的施工现场 说我们经常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 他们多次投诉在居民楼附近盖地铁这件事 他们拿出很多这个国家的这种规定 他认为这根本不符合规定 离住宅楼和那个排气口的工程大概我们只有10米远 而按照规定地铁口和我们这应该离100米 人家拿着国家规定一直在抗议 离这个住宅楼你老这挖把地基给挖趴下怎么办 人家一直在抗议这件事 就说你这施工现场离居民太近了 在之前挖断过两次电线把电缆给挖断了 两次严重的电路事故 所以说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他干过这种事 但是你现在在网上找这个凤凰周刊的这个名字还在 在Google里面你能找到这个名字 你点开死零死了 这篇文章的片段还上过微博 你现在看微博的那个title也在 你一点进去也死零死了 全网删除了 在众多媒体中凤凰周刊 他是跑得最快的 他把这个介绍的也最细 现在香港明报很多报纸都在转载凤凰周刊的这篇报道 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小张村 有多位居民还接受了大陆媒体的采访 他们认为就是和这个地铁22号线的施工是有关的 他们找到推特上也发的这张照片 2月26号的那张照片 然后呢他那照片里面 那当时有那个围栏 用挡板围着的这个22号线的施工现场 在围栏里边高处你还能看到有一些施工的作业的机械 他那个上面露着呢 挖掘机什么的都在上面露着呢 是能看到的照片里有 然后呢在旁边的楼上挂着两个红色的条幅 就是抗议的 一条百姓诉求希望有人做主 另一条野蛮施工导致人身安全 你挖断过两回电缆 平时大家老闻着这有味儿 所以说这件事呢是一直就存在的 然后这就发生了血腥的313大爆炸 那你说这事他有没有联系 我们只能呢按照凤凰周刊和周围居民的这些说法 我们只能把倾向指向于他们 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到这我们怎么能百分之百的说就是他们挖掘机给挖断的 最后惹着这事儿 但是呢我们知道是有事儿了 为什么不只是央视 大家他们在隐瞒什么 然后连夜就把那楼给消脏灭迹毁灭现场 他们就把那楼给平了 他们在隐藏什么东西呢 所以说呢为什么最后是周围50个小区 这不是你的客户 请问你为什么要把50个小区的气给停了 你为什么给停了 有专家讲实际上就是你的主管现这儿漏了 他为什么停 他要补这管子 要不然的话你接着供气 你这不还接着漏气 这发生了两次爆炸 7点55一次小9点又炸一回 说明他还接着漏呢 为什么不让央视的记者在那儿 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那还接着在漏气呢 他们是很明白的 所以说他怕他再有三次爆炸 四次爆炸 他们是知道的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只能把最大的怀疑 现在指向这个 你要说这么大的管线爆炸 给一个楼送的主管线要爆炸了 那这个分量是够的啊 一般的空气浓度在某一个局部达到15% 遇到明火火火火或者是电火火就足够引起一次大的爆炸 而且那个气源源不断的赶来 所以说那个爆炸会非常的凶猛 这个呢就相当于100吨TNT 这是有可能的啊 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 另外呢墙内有朋友跟我讲说大坑你要判断这件事的时候啊 其实大陆内部人家都是很有经验的 你比如说真的是一个事故 那你就看啊 你比如说江苏啊 哪个工厂 炸出蘑菇云来了 然后你看江苏 立刻各个工厂 发通知 停啊 要组织安全学习 要怎么怎么样啊 要检查类似的这样的仓库啊 或者是怎么样 要进行这方面的这种安全检查 他说这个肯定是事故 这就是安全事故 但如果你发现 开始堵嘴啊 在周围啊 布满了带红菇的 然后那种啊 黑狗子 穿着黑皮的在那儿 严防死守 每个人在这儿 如临大敌 肯定是人祸 这是这么多年 这大陆的朋友啊 这墙内的朋友 大家积攒下来的经验 到现在 就三合的这嘎嘎嘎地方 你要往那个周围的街口里过去一试试 那带红菇的那些黑狗子 都在那儿成天盯着你呢 检查每一个人手机 那都死盯着 所以说这你就明显知道这背后 按照这个标准判断 这他妈就是人祸啊 所以说这件事呢 为什么不认 那就涉及到国家赔偿了 因为这些玩意都是你想建地铁的 这都是国家公司啊 那怎么弄啊 你崩死人七个人 现在七个 是不是七个现在还没法定 有好多人还找不着呢 现在啊 所以说现在你这事怎么算啊 这个 涉及到这个天价的赔偿 他们是不愿意的了 所以说大概的这么多的细节摆在这儿 我是倾向于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说这个呢 诶 凤凰周刊 咱别老骂人家凤凰啊 这次呢还跑得挺快啊 尽管呢404了 但是那些信息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那下面我们就说最后一问题吧 我们在这儿都挺激动啊 跟着一块儿嚷嚷 你看这事儿我们要追求真相 我们一看当地出现了这样的惨祸 我们都很同情 我们要追求真相 那最后这句话又来了 在中国真的有人需要真相吗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在乎这件事儿吗 紧跟着在三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 这不是网上都在这儿啊 一个说着流利中文的一个洋人小伙子 拿着手机好像在街上那儿瞎拍啊 在那儿晃 立刻被革命群众给围了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你把手机你拿来让看看 或者你干嘛的 你什么情况 然后旁边那些图老帽们 啊我们很愤怒啊 你们在这儿拍就是想污蔑我们 或给我们行事抹黑 你就看着当时那儿 我看得有百八十人在那儿围着啊 给那小伙子弄得还挺挺挺被动 就那么一个状态 你说他们真的需要真相吗 这些人真的是需要我们去为他们呼吁 为他们表达同情吗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 你怎么说 为什么中共每一次都能成功的湮灭真相 因为没有人需要真相 有的人到那儿拿手机帮你们来拍来了 就跟哪儿呢 前两天的荷兰那记者 那不是什么乡镇银行的 在那儿维权的 人家在那儿拍 啪一大杯胯给摁在地上了 最后是啊你 那你作为现场民众 人家来给我们说话来了 那我们怎么也得帮这个羊哥们一下 人家记者为我们报道来了 根本没管 甚至还拍手称快也说不定 对这帮人就是来抹黑我们来了 所以说你说你说什么 下一步呢那这种事啊 有墙内的专家呢给我发私信讲 大坑你就等着吧 从今年开始我不给起了个名 今年叫动荡元年吗 他说差不多吧 他说那整个的高发期 事故的高发期 这天灾裹裹 裹挟着人祸啊 各种各方面的原因 他说这就进入到了整个的高发期 为什么呢 从九十年代末期一直到二零一零年 这段时间 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中国是大干快上 同时这一段时间呢大量的豆腐渣工程 这种管理又非常的混乱 又是中共贪腐的一个高发期 到日子了 这二十多年 当时那二十年建的这些玩意儿 到现在 该维修了该保养了该出事了 桥梁啊什么的 所有这些东西都差不多了 铁路啊什么的 住宅那些什么水啊气啊电啊 这些官网也差不多到日子了 所有的基础设施到时候了 那你说怎么着啊 政府现在也没钱 背着地方债 他哪有空给你管这事 所以说你就看着 垮楼塌桥的等等这些事 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也不是说这盼着大陆天天出事 这是个客观存在 就那二十年啊 风风火火盖了那么多东西 最后呢 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这是墙内的一位专家朋友的一个说法了 说到这件事啊 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来吧 咱们说说这钟老板好不好啊 也不太好啊 这不是前两天吧 他发了个朋友圈 说他老娘 去世了 一个礼拜之前还手捧鲜花 看着还精神绝朔 哪都挺好的呀 结果又说也没基础病啊 老太太看着那个状态挺瘦啊 看着挺精神的一个人 结果呢 因为啊钟老板遭到了莫名的网报 这母亲呢跟着儿子着急 最后呢 就突然去世了 那钟老板肯定是很难过啊 这好好的 你这突然老娘没了 肯定是很难过了 说到这个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一点 这是中国首富的这个遭遇啊 这就是跟当年的孙大午之变 孙大午事件是几乎是一个在线 现场直播给全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们 你比得了钟老板吗 你自己颠量着啊 这是这件事儿 那为什么会突然有一次就发生了这么一次 这么轰轰烈烈的这么猛烈的一次网报 而且是突如其来的啊 突然就爆发了 为什么呢 而且那么多人参与啊 有很多城市没说吗 上百家商店几百家商店把农夫山泉都给下架都给扔出去了 有的就哗哗哗都给到了 现场直播拍片什么的 这什么情况 我们当然讲呢 有的可能是爱国呗 有的呢可能是啊这个阶级觉悟呗 你看你资本家吗或者是怎么样啊 到这呢应该说这么多年了 我们见多了 我们应该都能理解啊 为什么这么恨他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恨呢 就想想郭德纲经常念叨的那句话 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你要小粉红没事打这个农夫 打倒了又如何 你买人家一大箱子水最后哗哗哗都给倒了 你这不有病吗 打倒了跟你有什么好处啊 所以说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我现在有点归纳出来整个的脉络了 对这帮人没好处 但是无力不起早为什么要干这个呀 这帮人下这么大功夫干嘛呢 做了那么多直播 一定是在拿钱干活嘛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嘛 所以说这里边各种原因 我当初讲资本之间的搏杀或者是各方面 当时我还不太确定 但是我确定的一件事是整个的这次风暴里唯独没有的就是爱国情怀 就是所谓的阶级觉悟 就没有这个 都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什么原因啊 就是没有爱国 肯定不是因为爱国 肯定是因为利益嘛 那现在呢 那农夫山泉人家也不是白给的呀 对不对 人家也有携手啊 在经过了一轮这个网爆之后 人家现在开始还手 我看到呢 人家把哇哈哈弄的什么盖奶 把你的配方往那一多一晒 你这不是科技鱼狠活吗 你这什么玩意儿呢 你这现在开始零星的进行了一些反击 但是呢有一个反击一下把事给说清了 说到这两家同行之间又在同省同城 那是你死我活呀 把一家的市场占有率就跟百世和那个可口可乐那个状态 他们俩是差不太多的 摁死一个那得利的全是我嘛 我觉得这个呢那是很明显的啊 那哇哈哈一般认为呢 这是宗老板呀 这是一个民营企业 结果现在这边也开始反击 也把他给扒出来了 你呢不是一个民营企业 实际上你是一个国有企业 他现在呢里边讲 说哇哈哈的最大股东 是浙江杭州上城区 什么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占股46% 那这家公司是谁呢 实际上就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百分之百控股的 百分之四十六控股的一家公司 是百分之百的国资 那也就是国资控股 百分之四十六 那中庆后本人呢 他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点四的股 股份啊 他实际上是哇哈哈的第二大股东 那国资是第一大股东啊 那你比如说了那你也不是吧 你毕竟你才只有百分之四十六嘛 那你也不能说他都是国资嘛 哦这个也不是百分之五十一那概念了 原来曾经是百分之五十一来的 国资啊 最后呢不明原因转让了百分之五 给转到哪去了 转到职工持股会 给转到那去了 但是那里边有明文规定啊 这个股东实际股份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经济奖励 你们只有分红权 没有任何股东的权益 等于呢就把那百分之五按含子挂在职工名上 但是那你你你你可不拥有啊 你只是跟里边站着分点红 实际上这次的转让没有任何的意义 四十六加上给职工转那百分之五 你就是五十一 国资控股这是一个明白的事情 这是个国资 那钟老板那呢 钟老板百分之八十几都是他自己的嘛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企 这是一个 所以说现在你就知道 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两边的大搏杀在干嘛呢 我原来甚至以为呢 可能这个钟老板这刚没 你说哇哈哈有这心思弄他吗 会不会是别的 看上这个钟老板这块市场了折腾他 别的企业这不是说中石油什么的 他们很多都进入到矿泉水市场 是不是别人眼红 现在看还真不是 现在看呢 这就是国资和民企之战 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然后呢 为什么这场网报 在上边没有得到任何的制约 没有任何的管束任其发展 现在把老娘给气死了 到这么一个地步 因为他们的背景是国资 现在基本那个大致的脉络啊 这个倾向就跟刚才那个说 那个狼房爆炸一样 也基本指向了这里 所以说作为民企作为私营企业 当你们和国企在争夺一个领域 争夺一个产业的时候 争夺一块市场的时候 你们至少在舆论上 就不站在一个平台上 国资是可以利用这一块 揪击一帮粉红 包装成所谓的爱国 都对你进行打击 你是百口莫辩 你完全就不是对手 你怎么说 当然这两天啊 这种文章陆陆续续的出来 农夫呢开始做一些零星的反击 但你能纠结起那么多人来吗 你说多了 网信办就该管你了 所以说这件事呢 我们终于弄清楚 他整个的背景了 那所谓我们印象中 原来所谓民企的还有谁呢 实际上是国资的 这里边当然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说的万科 万科是个国资 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 这个是没跑的 他的大股东是深圳地铁 这地铁最近亏的也是底料 这个呢 这个国资啊 然后是华润 原来讲华润超市啊 雪花啤酒 三酒感冒零 东什么东 阿 阿交 包括什么矿泉水 原来这一说也是民企 不是啊 华润也是一个国企 青岛啤酒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国企 啊 这个他们不是民企 所以说说到这个 当两边争论抢一个市场的时候 你是万万敌不住国资的 人家有网信办 有各方面全员的这种舆论支持 打死你一如反掌 就可以这么简单啊 另外下面呢咱们就说说这万科 原来这不是前两天他们自己也讲 我们挺过来了 我们行了 是吗 好像不是特别行啊 这万科呢 现在看有点挺不住了 本来六个多亿美金的美债到期 还不上 这不是麻烦了吗 结果那天凑齐了 凑齐了就认为他没事了 那你后边还有 那叫今年大概要付350多亿的外债呢 他拿什么付啊 最后呢上边有人这个 就让大家给组织啊 要求以工商为首的12家商业银行 要救这个万科 最后救不救 救啊 最后凑了800亿人民币 来帮着他还这些银行 这里边呢除了他自己的债券 还有呢银行里边有什么 中农工件交通 中银招商中信 兴业普发民生和什么的等等的 这一大帮银行 最后呢 给凑了800亿 他自己的证券 可能到期的差不多就500个亿 那这800亿搁这儿了 那我也不能这么带给你啊 那我们都是商业银行啊 我也不能就这样 那上头打一条我就给你 那我怎么办啊 原来我们一直讲 其实房地产整个烂 就让他烂下去 千万要守住自己的核心 那就是金融 那就是上面的关键的商业银行 不能让这个溃烂 向心脏里边蔓延 结果中共现在受不了了 一看房地产完了 要影响社会安定了 开始让保险 开始让银行逼着他们去救 你等于是直接引毒攻心 你这不是自己要命吗 那但现在呢 这些银行也不傻 我不能白给你钱啊 你得抵押呀 你还有东西没有啊 你有什么什么物业 能不能咱们抵押一下 我把这钱给你啊 到现在为止是真没钱 能抵押的东西都抵押出去了 能卖的好资产都卖了 现在就剩下一屁股债了 那现在没有抵押 没折 那银行说也成 看着上边的面子 没抵押 有担保也行啊 那你能不能有担保啊 刚才说大股东哪啊 不深圳地铁吗 那你来来行不行啊 但深圳地铁也没钱了 他已经给万科支援了100亿了 深圳地铁 他现在这个入股万科 他自己在这块的账面已经亏了208亿了 而且深圳地铁自己也是亏损单位 他自己也活不了啊 没有政府的补贴 他自己都运营不下去了 而且已经亏了208亿 前一阵又给你贴了100亿 我上哪给你弄钱去啊 他也担保不了 那你这玩意怎么弄 那这800亿我不能给你啊 那现在等于这万科说是救 没法救 那你这事怎么算啊 这是一家媒体的报道 准吗 咱们再看另外一家的媒体的报道 咱们就看财联社的报道 交叉比对嘛 财联社的报道也讲 说农行中行建行交行 包括储优银行 这是说800亿 这是一致的啊 然后呢这里边也讲 从这个有关方面获悉 银行方面实际上 对这件事的态度非常保守 刚才说了 要么有抵押 钱我不会轻易给你 要不然的话 你拿出担保来 那没有那怎么办 但是啊 财联社的这个报道 他留了个小尾巴 他说出于其他因素考虑 估计最后还是有那么一点成功的可能性的 什么意思 那习近平发话了 给 没担保也给 没有抵押也给 你就上 那就没招了 那钱是国家的 钱是中共的 人家的钱袋子 那人家说给一个命令 那你就得给 只有这一点可能了 那这帮人会吗 不知道 所以说呢 现在啊 这个万科 因为现在这么看是真的就不行了 情况是很悲观的 说到万科呢 这跟恒大 跟碧桂园 跟这些东西可不一样 他自己的管理 他自己的各方面 在整个房地产行业中 他一直是第一名啊 他是优等生啊 前一阵他自己的债务啊 各方面各种的比例 也都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万科都不行了 那就没人行了 那就全垮了 所以说这件事啊 是整个房地产行业 考验中共对房地产 未来采取什么政策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点 今年就看万科 今年中国经济看房地产 房地产就看他 他要躺下了 谁也活不了 谁也活不了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 所以说呢 关键为什么 运行的挺好的一个公司 为什么不行了 没人买啊 你这不是很明确吗 你现在的销售额 都是以前的什么四成五成 都已经慢慢 一下跌那么多都腰斩 你拿什么卖啊 你最后你根本自己 没有来的钱 没有进行 你怎么往下活啊 所以说这个呢 关键是市场不卖 这个是最要命的一点啊 来吧 说完这话题呢 说说我们这个争议啊 说说法轮功到底是不是邪教呢 哎 我说过一次啊 我甚至鼓励法轮功 对我们东京的那位同行 要告他 争取告他一个倾家荡产 我曾经呢 在那期节目里 把我的观点基本都说清楚了 但是为什么又说这件事呢 这不是和李南央大姐有点关系吗 因为李大姐呢最近啊 通过她的一个朋友 她发了一篇长文啊 在里边呢 对法轮功她也提出了她是邪教等等 这样的一些 她的一些观点啊 应该说我看到 李大姐的这篇东西 我有点小意外 因为呢 我知道原来李南央大姐呢 一直和法轮功的一些媒体啊 一些频道 她们一直合作 一直在做节目 说到在半年多前 甚至更早的时候 有一次李大姐呢 给我来信啊 那我是很高兴了 因为我对老大姐一直心目中啊 我是很尊重很敬仰的啊 那对的包括对老李先生那都是没得说的 后来李大姐呢 那天找我就是这么一件事 说呢 法轮功媒体里边啊 有一位主持人呢 叫方菲 说通过李大姐呢 能不能找我 看看能不能加入她们的节目啊 作为一个嘉宾呢 平时参与她们的节目啊 是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呢 对方菲主持人啊 我印象也是不错的 她的台风啊 口齿啊 她的专业素养啊 那都是专业的啊 那都是没得说的 但是后来呢 我几乎没有什么思考 我第一时间我就通过 我就跟李大姐讲 我说呢 法轮功呢 他们有些事情我赞成 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我不赞成 里边有很多观点 我也不是太同意 所以说呢 我跟法轮功 当时我这原话啊 我跟李大姐就四个字 敬而远之 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要大家走的一块啊 那那是文明礼貌 大家一块热烈拥抱 那是没问题 你要说一块共事呢 我还是有些啊 我还是想保持一些距离 当时我就是啊 公开的跟李大姐就这么讲 我说呢 您就替我回了就完了啊 首先呢 人家看得起我表示感谢 但是呢 我说你就可以把我直接的这个理由 就转告方菲女士就可以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嗯 李南阳大姐当时也讲到 他看你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 说你看我们跟方菲合作啊 各方面都挺好的 他说你不用想那么多 当时还劝我呢 所以说因为是有这么一个回合 那天突然看到李大姐借朋友之 那个一个平台发了这么一片东西 我有点诧异 哎 那开始是怎么着呢 我也没跟大姐联系啊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来着呢 这发生什么了 那当时让我有点讶异 当然呢 有朋友知道 之前的这过往 后来就跟我讲 说大科那你给再说说这件事吧 我说那我再简单的说几句啊 这里边呢 就结合着李大姐在文章里边 他对法轮功的一些评论啊 我呢就针对性的说这么几个问题 我惊讶的发现啊 远在德国的杨佩昌老师 因为我之前说法轮功说了三四次了啊 我发现呢我跟那位杨老师 我们俩的观点是惊人的一致啊 我们俩的观点基本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今天的我也会引用他的一些观点啊 我们俩的观点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这里边呢 南阳大姐说到了对活人崇拜的事啊 好像呢只要有活人崇拜 那就是邪教 你比如说说到基督啊 包括说到一些啊过去的神 那这没问题 那你说现世的活人崇拜这个肯定是邪恶的 或者是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这个呢 是不全面的 是不全面的啊 首先呢这个 现世里边那你说藏传佛教 你拿我们达赖尊者这件事怎么说 那你说现在藏传佛教 那我认为藏传佛教也是四个大字吧 正大光明吧 人家也没什么坦坦荡荡的一个宗教嘛 这有什么毛病啊对不对啊 据说这习近平这倒霉玩意儿 他母亲可能原来就信藏传佛教 我不知道现在信不信啊 那藏传佛教有什么问题啊 那不就是信 那那尊者还活 那没问题啊 天主教 这两天我们一直没说批判了 我们一直这这这一直说的念叨的这位教宗方济阁 那他就是教宗嘛 这还是改了 过去叫教皇啊 那不是教皇的事儿 那过去是真有实权的 原来在所谓的中世纪的时候 那定人生死的呀 那不是说定啊 什么什么伽利略 什么布鲁诺 这帮人说烧死烧死 那烧死的人扯了 那那那那 那叫什么 宗教裁判所 判火刑的 那多了去了 那时候把国王都可以一句话 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干了 我跟你出名 要不然的话就可以定国王的存在和生死 那都到那个地步了 那你说他这怎么算 那你认为天主教昨儿才说 快14亿了 人天底下第一宗教 那人家不是称敬宗教吗 肯定是啊 所以说这个呢 不能以活人 这所谓有崇拜 有师父 有徒弟 有这样的说法 就来定一个宗教的性质 这个是不这么定的 那说到什么是邪教呢 我认为没有 你说什么是证 什么是邪 这是个道德判断 可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 我们只能听从法律判断 所谓的正和邪 就跟我们平时说什么好和坏 这个概念是一致的 它是个感性判断 作为理性判断来讲 只是合法和不合法 只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在之前那几期说到法轮功的性质里面都讲过这个 法轮功在很多国家 人家都是合法注册的民间社团 人家都参与了很多当地政府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 人家是很活跃的一个社团 你再说这社团里面是不是在当地违法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事说什么事 至少我还没有看到 在世界各地 比如说主流媒体报道 法轮功在里面有当地有什么破坏当地法律 违反当地法律的事情 应该是没有的 那你说是不是妖言惑众或者是怎么样 原来我也讲过这样的事 你比如说中共就说了 我要自焚 天安门拿着可乐雪碧瓶子自焚 或者是我把肚子划开 我找到里面有没有那轮 我就特别希望大家 中共的话你也信 那那么管着那么打着 最后还要自焚还要怎么样 那很多信众出来了 在海外呢 自由了想干嘛干嘛 想拉肚子拉肚子想自焚自焚 你听说过有这样的势力吗 那世界各地人家的信众多了 你有没事拉肚子的吗 要有的话那当地媒体还不大肆报道啊 有没事找一广场 拿雪碧瓶子我脑子上倒汽油的 有这样的吗 所以说这东西你也信哪 那自由自在想干嘛干嘛的时候都没干 你想在那里边非得在这表演这个去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我认为咱们还是简单的 你也别说什么政教邪教 这个不是你能划分的 这个呢咱们就以合法和不合法 以这个为那什么 平白的如果人家就是一个合法的民间社团 一个宗教组织 你们天天戳戳点点说人家是邪教啊 极尽辱骂之能事 平白辱人清白我认为人家是可以告你的 我认为这个对人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侮辱 人家这是一种信仰 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另外呢有很多人呢都沿用中共的一种说法 你比如说到你们海外民运 说到像法轮功这些人啊 你们一天到晚都还老说中国的事 你们回去还不如共产党呢 你们回去以后让你们掌了权 你们会是更加如何怎样 那你要把这事一说 这就和当年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等的 那就是你们就是一个强调了 为什么当年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啊 就是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要掌了权 要掌握了国家啊 你们在金融各方面 那国家就如何怎样 那些事还没发生呢 用一些完全没有发生 完全捕风捉影的一些事 你自己的一个简单的推理和判断 然后就凭这来定人家现在的生死 定人家现在的清白 我认为这个就更挨不上边了 这更挨不上边了 说到现在最邪恶的 我看杨培长老师这段说的特别好啊 说法轮功没请你去喝茶去吧 法轮功没有抓你去坐牢吧 没有封你的文章吧 没有枪拆你的房子吧 法轮功在中国国内没有高干病房吧 没有让13亿人最后只占有中国5%的财富吧 没有摘你的器官吧 没有干这些事儿 为什么你要对这么一帮人咬牙切齿呢 我明确讲啊 我不是法轮功啊 但是只是呢 根据李大姐她写的这篇文章 朋友这也是鸡我啊 那说说这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呀 说到在文明的国家里面 我们看不惯的东西多了 比如说对穆斯林 比如说甚至对其他的一些更小的一些宗教 一些团体 比如说在我们这儿啊 那个毛利人 你看到毛利那帮弟兄们 咬牙切齿跳那个战舞 有的人是喝彩了 有的人一看这帮人有病吧 干嘛呢这是 那不成啊 你要在一个文明的国家 你看不惯的东西 用你的文明准则 你认为这事儿不对不合适 然后你就采取行动来攻击人家 试图校正人家 你就是共产党了 那不就是这个吗 包容人家 看不惯的事儿 你既然这事儿不能理解 您就多加了解吧 就这么简单啊 各有各的活法你管得着人家吗 人家也没爱着你 所以说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当然李大姐那个呢 我估计过两天开阔来信了 又跟我解释一下这里边怎么回事儿 但是呢这几个原则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但是说到评价 无论是对一个弱势的文化 或者是对一个我们不理解的宗教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要多加了解 要一种啊 这个必须的一种平等的一种尊重 我没让你特别尊重 仰望那个咱们说不上啊 己知不欲勿施于人 你别让人歧视你 你也别歧视别人啊 就这么简单啊 其实今天呢我非常简单的啊 再跟大家说说我这种想法 其实也没什么啊 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说法啊 今天的乌克兰战争没有什么更多的细节啊 CCYY国安法是框架 23条是实施细则必须的 可以这么讲了 可以这么讲了 国安法呢这个是中央赋予的 23条呢是自己的一个港内的地区法 人是严格要求自己的 但是呢要把中国要把香港人大陆送啊 犯了四项罪 他们就可以直接送中啊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吴言今年的春斗满足率 渴望达到百分之百 岸田将宣布物价工资双回升 终止零利率政策 为失去的三十年画上句号 一开始看到春斗这俩字 这肯定是很有力气的 你想这个工会和资方两边呢 没好听的呀 那逗嘛你想想 最后呢 好家伙都是三十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我相信今年呢 整个日本啊 作为民间百姓 对经济的好转普遍会有感 这要做不到 那下半年岸田的选举你也别干了 你就下去吧 麦田说今天火箭发射成功 股票暴跌 您说的是特斯拉的股票吧 那天是谁统计的呀 是彭博统计的 还是路透统计的 就说马斯克呢 最近那段时间 他每天是大概要回 什么 每天平均六十条的推文 东搭个西搭个 你想他不光是这么简单看看呢 他肯定得夸功夫 结果你这个特斯拉 你有心思弄你的车没有啊 现在面对着中国过剩产能啊 那这些廉价车砰砰打你 自己呢 现在又不好好干 天天一天到晚扯这个没用的 一天到晚跟俄罗斯那什么的 这又不是你擅长的 好好琢磨你的车好不好 所以说最近呢 这特斯拉 这是有点问题 对到三六条 这还是不对 如果地下爆炸应该有坑才对呀 怎么上半截没了 气体啊 这如果要是他把这个 这个管道给挖炸了的话 他会往上走的 那个气体呢 尽管他比空气要重 但是他积累到一定的量 他是那个火 这是往上爆炸的 我看到的一个现场的那个画面 是个侧面 可能是二次爆炸 尽管二次爆炸 没有一次爆炸 那动静那么大 但上层可能是二次爆炸被摧毁了 他这个二次爆炸 很多中国媒体都不管啊 他都都不报 不到8点一次 不到9点一次是炸两回呢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不敢让央视的去 好像呢跟燃气这事是有关 讲呢如果是输气管爆炸 理应沿线的管路都爆炸了才是 这个都不了解了 他底下是一个什么结构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是不太清楚了 这个沈阳的一条街 那个一根管子可能情况还不是太一样 这个咱们再追 说我家没门 这位朋友讲私有是原罪 至少现在呢国进民退嘛 在各个领域 现在赚钱的地方也不多 那些孙老师 孙立平老师的那个讲 你告诉我什么不过剩 你告诉我哪个领域挣钱 哪个领域没有爆发 经济危机不存在严重的过剩 是啊在这么大过剩的情况下 就这么几个赚钱的行业 那我不弄死你我弄死谁啊 这种激烈的内卷 那肯定是国营企业 暴打民营企业 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最狠的是发动爱国情绪 最后全方位的在市场上绞杀你 最后把老娘给弄没了 你说真够狠的啊 就别忘了郭德纲说的这句话 我认为他说的这个特别典型 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国资要全面接管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那纵横驰骋 各个方面 只要你这个有利益要赚钱 肯定把你拿下 Roring Cat说义和团利益来自返洋 谁不返洋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 今天的爱国团何尝不是如此啊 我那天在说到义和团的时候啊 我可以给大家讲了 后来当时的这帮大师兄 大师哥啊 那帮后来都腰缠万贯 后来一看羊羊来了他们先跑了 当时爱国喊着就跟现在啊 什么金灿荣司马南这帮混蛋似的 爱国喊着比谁都想 后来一看人冻真的了 他们全溜了 最后这帮团民选找他们 一找好家伙 那这复成这样了 都有利益啊 都给钱 所以说现在这个 哗哗在那道人家农师山泉 没利 他干这个 没人给他钱他干这个 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这个呢 到今天啊 这个大致脉络应该是清楚的 那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 明天呢 小老师托尼给大家奉献新的一期 我们聊科学的节目 那我们在周日的同一时间 再见